当你爱上某个人才看懂这几句话 你知道吗?好想去看你 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 看到你惊讶的表情 享受你把我紧紧拥在怀中的感觉 好想去看你 和你一起手牵着手 走在林荫小道上 听我和你说身边发生的故事 好想去看你 看看你生活的环境 感受你生活的不容易 好想去看你 共同回忆我们以前走过的路 吃过的小吃 体会和你在一起的幸福 让彼此不债孤单 想念一个人是温馨的 被想念是幸福的 真正的缘分不是人生若只若初见 而是经过多年以后 再见不到你 依然想和你在一起 久别的重逢让我欣喜若狂 可是两地的分割让我思念不已 每天互道早安晚安 每天关心着我的生活起居 感慨有人关心真好 可是我想实实在在的和你在一起 依偎在你的怀里 听你温柔的在我耳边 呢喃我的名字 每天拥我入怀 一起进入梦乡 我想每天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你那张帅气的脸 可以亲吻你性感的唇 可是现在这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梦 不切实际的梦 你就是一处房产 产房正在别处 而我只有租租权 想想这样的关系真的是一种煎熬 我不能吵 不能闹 我要懂事 我要体谅 我要学会包容 放下又舍不得 拿起来又痛苦 我安慰自己 就这样把生活当成是我平淡生活的一块糖 寂寞的时候有人聊天 打发时间 不开心的时候有人开导我 其实想想就好了 看开就好了 人生很短 短得让人来不及享受就过去了 人生很长 常常让你感觉度日如年 也有好多朋友会劝我现实点吧 可是现实又是什么呢 不过还是同样的日子 每天重复着活着 不是不介意 而且很在乎 可是又能怎么样 想到太多只是给自己徒征烦恼 生命就是一种回生 你把最好的给予别人 就会从中得到最好的 活出自我 活得有热情 有个性 有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去吧 成年人的世界 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把难过长于心底 委屈一个人消化 可是偶尔还是渴望 会有一个懂自己的人出现 懂你的喜 懂你的忧 简单的喜欢是长脸 平凡中的陪伴是心安 懂你的人最温暖 持生无憾 也只应有你